臺灣審議會 議事大樓 化身為民主時刻館 今天 原來是臺灣審議會議事大樓 化身為民主時刻館的啟用 過去 這裡是臺灣重要的民意機關 見證重要的民主時刻 未來 將會是為臺灣傳遞珍貴的民主精神 這次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百年展 帶領我們回顧 林憲堂等前輩在一百多年前發起的關鍵運動 雖然運動最終沒有成功 但因為他們的努力 促成了後來臺灣史上的首次選舉 我要說 也因為在場各位的努力 這些前輩追求民主的奮鬥精神 才能重現在臺灣人民的眼前 我知道原委員長對這場展覽 花了很多心意 因為這個民主時刻館是任重道遠 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到這裡 來了解臺灣的民主歷程 特別是 我們看到這個場館的設計 真的很有巧思 把原來就很有特色的窮頂空間變成光雕劇場 還有許多有趣的互動遊戲 非常適合家長帶著孩子 來一起有一個民主學習之旅 我們的民眾對於民主議題的參與越多 臺灣的民主就會越能深化 今天來到立法院民主議政園區 看到這個園區經過轉型和活化 在臺灣民主化的角色上又有了新的意義 我要謝謝郵院長 立法院南部服務中心 以及議政博物館的用心付出 也要特別謝謝明台高中和憲堂博物館的協助 一起為民眾帶來豐富的展覽 過去這一年多來 相信大家都感受到 在疫情下 我們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讓臺灣得到更多的支持 我們跟零年鄉親的國家的合作越來越緊密 不僅能夠對抗疫情的挑戰 臺灣發展的腳步也沒有停下來 這塊土地上的民主精神 在百年前帶領的臺灣向前進 今天也是如此 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為臺灣持續開創重要的民主時刻 也讓世世代代的臺灣人民 都能享有豐碩的民主成果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vous 谢谢大家